中国新说唱本周六播出了第三期,也是因为一对决赛,上一期最后纳姆克热火RSPK结果,是纳姆克热赢了。 不过当时就有很多网友表示有点疑惑,因为从网上的剧透来看,RSPK这一季后来也走得很远,所以可以肯定的时候,在EV1全部结束之后,还会有类似复活赛。 果然没猜错,不过这一次不是复活赛,而是改成了荒卫赛,节目组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。 因为最新这一期最大的争议,就发生在这里,潘伟博和邓子齐选择了再给RSPK一次机会,RSPK表示自己要在晋级的人里面,差一个自己最有把握的。 最终他选择了对田,对田是谁,没多人知道,但正在EV1对决的时候,他和他的对手在唱完之后,邓子齐这样点评,如果今天是一个12、3岁的比赛,我会觉得你们很有坚质。 由此可见,对田的实力绝对是晋级的人里面比较差的,所以RSPK选择他也在情理之中。 不过在被RSPK选择之后,对田的反应,倒是让人有点意外。 他表示,其实我想直接把这个位置压出去,我不想比了,反正也赢不了,那就不丢这个人了。 其实谁赢谁输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。 但是接下来RSPK选择的一些做法,却让很多网友,以及潘卫博和吴亦凡两位制作人感到失望。 RSPK完全可以随便来一段freestyle轻轻松松没啥悬念,不过他却在自己的这段freestyle里迪斯了对田,什么连freestyle都不敢。 你怎么跟我听,你的名额是属于我的,说的真的特别的难听,也让对田很没有面子。 但来在河南无客这一微微对决输掉之后,还觉得RSPK挺可惜的。 但看完他在华卫塞的表现,对这个人彻底的装黑了,而两位制作人也觉得RSPK做法不太好。 好,潘卫博就表示,我不认为是找一个女生出来,人家都说自己不会了,不想比了,你为什么选择的内容,这是要多多逼人。 点女孩子没台阶下,我觉得你应该留点面子。 吴亦凡则说道,我非常同意为拜的这种感觉,我也觉得很不舒服,这件事情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偏了。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